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我们所学习的功课 主啊 恳求主 保守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愉快的心 来度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如此仰望 交托 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好 小朋友 老师希望你们今天 能够专心的听老师说故事哦 听完故事后 问一问自己 我们是上帝良善 又忠实的管家吗 好 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敬拜赞美时间 我游戏了 我游戏了 在我心 我有喜乐 在我心 主的喜乐 无人能够去 我有平安 在我心 我有平安 在我心 我有平安 在我心 主的平安 无人能够去 大声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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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欢呼 大声欢呼 在几乎里 我一个自由 我爱欢呼 大声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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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to市場 冷靜 ,冷靜 ,冷靜,冷靜 冷靜 ,冷靜 ,冷靜 来下屋 来下屋 属的气候而大过去 Zither Harp 我们是 莫名之词 证明 在我们的情节 生气温泉种子 走一天又一天 是天赋 做死的恩典 我是 光明之词 天赋 在我们的情节 生气温泉种子 都一遍又一遍 这个黑暗 一种种考验 阳光 为我们 当方笑脸 黑暗 一起离我们好远 小生 一个学 生涩天天 终闻向全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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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们是 莫名之词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们是 光明之词 我也是 玫瑰 精总 耶稣 在我们的心节 在我们的心节 这些星星 这些终子 都一遍又一遍 中逢黑暗 一种种考验 阳光 为我们 相放笑脸 黑暗 一起离我们好远 小声 鱼歌声 站着翩翩 我们像这个世界 我们像这个世界 只有我们是 我们是子 阳光 为我们 相放笑脸 黑暗 一起离我们好远 小声 鱼歌声 站着翩翩 我们像这个世界 说我们是 光明之子 1 2 3 4 阳光 为我们 相放笑脸 黑暗 一起离我们好远 小声 鱼歌声 站着翩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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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醙翩翩 小声 鱼歌声 吶翩翩 四声 鱼歌声 站着翩翩 azz 也速 exerc 度飞燥 我如重现再到永远 保护我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我的右边隐蔽过 白天太阳不能上火 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 保护我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我的右边隐蔽过 白天太阳不能上火 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 无常会保护我 我的一切在海 他会保护我 脚步坚定 他会保护我 时时刻刻保护我 我出国 从现在到永远 他会保护我 脱离一切在海 他会保护我 脚步坚定 脚步坚定 他会保护我 时时时刻刻刻保护我 我脱步坚定 从现在到永远 孩子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老师要以大家分享的故事 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9章11到27节 我脱步坚定 是 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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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坚定 那老师希望小朋友们都能够打开你们 圣经 以老师一同的阅读这一段的经文哦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故事的背景 那路加福音19章11节这样的记载 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 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 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 就吝啬一个比喻说 那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 以被为世人的罪 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工作 虽然门徒们跟了耶稣好几年 也见证了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 可是门徒还是不完全明白 耶稣所要成就的事 因此耶稣就用了这个比喻 来纠正门徒的想法 也提醒门徒们 将来有一天 当耶稣离开他们的时候 他们能够学习做一个忠心的仆人 好小朋友们 让我们来听听看这一个的比喻 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一两节的经文 我们来看看主人要吩咐仆人什么事情呢 从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二十三节这样的记载 有一个归位往远方去 要德国回来 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 交给他们十钉银子 说你们去做生意 只等我回来 好首先我们要看主人给了仆人 什么样的吩咐呢 主人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就给了仆人一人一定银子 就是一些的金钱 大约在当时是三个月的薪水 就吩咐了主人做些什么呢 就叫他们去做生意 并且交代 等我回来 好这个是主人给仆人的吩咐 那么当有一天主人回来的时候 让我们来看看这一些的仆人 有没有遵守主人所吩咐的事呢 首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九章十六十七节 头一个上来的说 主啊你的一定银子已经赚了十钉 主人说 好良善的仆人 以及在最小的世上有忠心 可以有权并往实做成 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仆人的回应 他有遵照主人的吩咐 去做了生意并且赚了十钉银子哦 那主人就称赞这个的仆人是忠心的 并且吩咐他管理更多的产业 好让我们来看看 第二个仆人的回应又是什么呢 路加福音十九章十八十九节 第二个来说 主啊你的一定银子已经赚了五钉 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哦 那第二个的仆人 他一样有遵照主人的吩咐 去做了生意并且赚了五钉银子 那主人也派他管理更多的产业 第三个仆人的回应又是什么呢 从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到二十四节 我们可以看到 又有一个人来说 主啊看啊 你的一定银子在这里 我把它包在手经里存着 我原是怕你 因为你是严厉的人 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主人对他说 你这二谱 我要凭你的口 定你的罪 你就知道我是严厉的人 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 等我来的时候 连本代理都可以要回来呢 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 多过他这一丁来 给那有十丁的 小朋友们 从这仆人的回应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第三个仆人 是一个没有责任性的仆人 他并没有遵照主人的吩咐 主人甚至提醒他 如果不懂得做生意 那至少可以把钱收在银行 也有利息啊 小朋友们 从这个的故事里面 这个的比喻里 我们可以知道 在路加福音所提到的贵位 就代表着耶稣 而仆人就代表着门徒 同样的也代表今天相信神的人 就是你和我 耶稣吩咐了门徒 在世上要忠心 要勤劳 可是从这个的比喻 可以让我们看到 有两种不一样 回应主人的仆人哦 那好的仆人 他忠心 他顺服 主人没有说他几时回来 也没有答应要给仆人任何的奖赏 可是忠心的仆人选择尽心 尽力的去工作 并且顺服去做主人所吩咐的 而恶仆人呢 且懒惰 冷漠 对主人的吩咐 毫不放在心上 是一个很不好的态度哦 那今天我们要如何回应 我们的主人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好的仆人 得到主人的信任 可以被托付更多的事 而恶的仆人呢 就要被责备啦 所以小朋友们 我们要记得哦 我们要学习 做一个好的仆人 忠心 并且顺服 从这个的比喻中 让我们来学习 在我们的身份里 孩子们 我们今天我们大部分 我们都是学生 让我们身为一名学生 我们该如何在我们的课业上 尽心 尽意 尽责呢 孩子们 尽力不是说一定要考好成绩 而是用尽我们的力量 用尽我们所能学习的尽力的去学习 用最大的努力去学习 那叫尽心 孩子们 我们也是我们父母的孩子 我们的父母 赚钱工作 他说养我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简单的事情 因此我们也要学习 成为一个听话 体贴的孩子 学习不要乱花父母的钱 不要爱买贵重的东西 同样的 今天我们有着一个很重要的身份 就是我们是神的孩子 因此呢 我们都要学习 过着每一天 读经 祷告的生活 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上 都能够为荣耀主而行 耶稣借着这个的比喻 提醒我们 要成为他中心的仆人 所以因此呢 老师提醒孩子们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 你都要尽心 尽力 尽责 好 小朋友们 老师的分享就到这里 那老师有预备了圣经常识问答 小朋友们 你们可以扫描以上的QR code 或者你们可以去YouTube的下方 点击蓝色的连接 那你们就可以回答老师所预备的问题哦 提摩太前书 四章十二节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 信心 清洁上都做幸福的榜样 提摩太前书 四章十二节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 信心 清洁上都做幸福的榜样 提摩太前书 四章十二节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 信心 清洁上都做幸福的榜样 小朋友老师在这里有一项报告 下个星期天 也就是九月十九日 我们天空主日学会暂停一周 老师在这里想约大家 出席下个星期六 也就是九月十八日 晚上八十正 由淡边基督教卫理工会 所举办的月圆人员 主恩马义 献上中秋节欢庆会 到时Zoom的link 会发在淡边基督教卫理工会的群组 请大家尽请留意 老师就约定你们哦 我们到时不见不散 来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圣地我们满心的感谢主 感谢主 祢让我们在今晚 我们能够来参加 这个天空主日学 主要求祢让我们 在刚刚所听的 十定因子的比喻的故事上 我们能够有所的学习 主要天空主日学即将的完毕 我们也要休息 求祢能够继续保守 也求祢让我们很多睡眠 明天我们能够有 今生呢 我们来做我们该做的事 这样的表告 乃是奉告我主耶稣基督 到圣明所受的 Amen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